儿童学习去 陪伴小朋友一起耕耘喜乐的生命原地 哈喽各位小朋友好 我是糕点姐姐 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 红湖之至这句成语 先来学这四个字要怎么写 红左边是一个江水的江 右边是一个小鸟的鸟 胡呢 它同样右边也是一个鸟 但是左边是一个高速的高 知是知乎者也的知 知呢 是知相的知 红跟胡是什么意思呢 红是很大的燕鸟 不是小燕子的那个燕呢 是大燕的燕 胡呢 是天鹅 所以红跟胡指的都是非常体积很大型的鸟类 所以红胡之至指的就是远大志向的意思 它的典故是这个样子的 在秦朝末年 杨城县有一个叫做陈舍的人 他从小家里就不有钱 那年轻的时候呢 陈舍就靠着帮别人种田来维持生活 可是每天他很辛苦地工作 却不知道为什么 常常三餐都吃不饱 有一天 陈舍他又在田里头工作 哎呀 他觉得这时候有点累了 所以呢 就坐到田的边边 坐到那上头去休息 可是他心里头觉得非常的不快乐 心里想 我总不能一辈子都这样子 帮别人种田过日子吧 所以他就给自己打气 给自己鼓励 他就对自己说 将来啊 我如果有富贵的一天 千万不能忘记 我现在是这么样子的辛苦啊 哎 旁边一起工作的农夫 听到他对自己说的话 就用很嘲笑的口吻呢 对他说 啊 你不过就是帮别人种田的农夫嘛 你还想要大富大贵啊 你根本就是在做梦吧 陈舍听了 他就叹了一口气说 哎 燕雀哪能知道洪湖的志向呢 我的心意你们是不会懂的 果不其然 在秦始皇过世之后呢 陈舍还有吴广他们两个人 就率先的起兵来反对秦国 凭着陈舍的才能 还有他的毅力 哎 还真是攻占下了许多的地方 而且他自立为陈王 哇 那个时候陈王非常的厉害 是超过大家所预料 所想象的 所以后来的人呢 就用洪湖之志来表示 一个人他胸怀大志 可是暂时没有得到机会 去实现自己报复 这样子的一个状况 同时洪湖之志呢 也可以用来 在一个人蛮低潮 蛮落魄的时候 可以拿来自我安慰的话语 小朋友 现在我们用洪湖之志 来造个句子 小明从小就立下了 洪湖之志 加上后来有不断的努力 才会有惊天不凡的成就 小朋友 我们刚刚学习到了 洪湖之志 在这里 高点姐姐鼓励你 从小可以给自己一个志向 不管它是一个远大的理想 还是一个小小的梦想都好 有一个目标 就可以激励你 继续地向前迈进 我是高点姐姐 咱们下回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